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姐姐去吧 好吧 娘娘 娘 你坚持住 娘娘 坚持住 简秋 太医还没来吗 还没 娘娘既然如此不舒服 为何不早点请太医呢 不是奴婢不去请 而是宫中轮植的太医都不在 这是为何 奴婢亲自去问我 除了侍奉太后的两个太医 那是随时太后的断不能惊动 其余的 都被年大将军接走了 怎么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中午来报 说年大将军的夫人得了疾病 就把太医都召唤走了 服侍在年大将军夫人的床边 怎么能如此行事呢 简直是太混账了 师妹比这个更混账的呢 堂堂的中宫皇后 竟然连个太医都找不到 太医竟然在区区的臣子屋中 娘娘 立刻拙人 去把那几个太医 给本宫叫回来 警察人去过了 可是年大将军说年夫人病重 实在是挪不出人来 还当着宫里派去的人说 如果年夫人不好的话 就不让太医回来 这件事你告诉皇上了吗 娘娘说断断不能惊动皇上 更何况皇上这会儿在华妃宫里 谁能起得动呢 娘娘如此不适 你怎么不告诉皇上啊 我 你还愣着干什么 快去啊 简秋 不要去啊 夜深了 皇上要休息 要不然皇上明日就没有精神 处理朝政了 那总得叫几个太医回来呀 太医去年服诊治是常事 何况现在宫门都下药了 不要再生出什么事端来了 明天早上他已经会回来的 娘娘 好了本宫说不用竟是不用了 娘娘 皇后 昨天晚上又发病了 头疼得厉害 折腾了一宿 我真头疼了一夜啊 那本宫早些去请安 好好问候皇后 哥哥这次有些过了 怎可把太医都请走 万一皇上这边有什么吩咐呢 快点传话出去 让他们好胜利的太医 早早送回来吧 是 等等 陪本宫去看一下皇上的早餐 翠檐黄瓜皇上喜欢吃 放在面前吧 是 等等 这包子皇上昨天就吃了两口 想必是吃腻了 还是放远些吧 启禀娘娘 内务府的公公求见 这么早 内务府的人来做什么 传他们进来吧 知道 给华妃娘娘请安 这不是皇贵妃的福祉吗 谁让你们送来的 上头公公吩咐奴才只是奉命而为 可是皇上的意思啊 奴才不知 若不是皇上的意思 谁敢做这个主啊 有了二位公公了 跟周公公领赏去吧 谢娘娘 周 这边请 恭喜皇贵妃 贺喜皇贵妃 皇上 臣有本起奏 得 臣闻听昨夜太医院无人当职 以致皇后头风发作 便寻太医而不得 皇后乃国母 国母抱恙而不得志 属太医失职 倘若有人为一己私利 使太医院空无一人 使国母不得安置 此人应于重罚 急禀皇上 臣的夫人昨日武将武 忽得其政 臣情急之下 将太医院当职太医请去诊治 没想到皇后娘娘会突发头风 臣思虑不周 却是关心则乱 请皇上计量 你起来吧 谢皇上 你首级一直未遇 臣愿 时常派太医主问 如今 你夫妻情深 妻子有急 身为人夫 岂能不闻不问 你妻子的急症 快有缓和了吗 谢皇上关心 今臣已经好多了 臣已将各位太医送回了宫中 你虽是情急之策 以后却要思虑周全 是 内功若有急之 也总得有太医守着才是 臣知罪 日后 不敢鲁莽行事 你们再朝为仁臣 再家为仁夫 体贴朝阵要紧 体贴妻儿也要紧 是 如年将军一般 再朝为宫古之臣 再家为贤良夫婿才好 是 你一大早才来过 现在又来 小心累着自己 皇后娘娘放心 臣妾身子尚好 只想多陪陪娘娘 本宫没事 太医已经来过了 除了这样大的事 连严官都觐见了 听说皇上不但没生气 还出严家奖了元大将军 本宫只是老毛病了 不碍事的 皇上来看过娘娘了吗 早朝之后来过了 还陪本宫吃了药才走的 皇上政务繁忙 本宫也不想耽误皇上 皇上也太过偏袒年事了 臣妾今日听说 内务府送去了皇贵妃的礼服 去了易坤宫 温太医 婉平娘娘吉祥 如今您主治后宫实义之事 想必十分忙碌 承蒙皇上器重 微臣不敢不尽礼而为 本宫正有事要问你 昨夜太医院太医 都被年将军请到府中 以致太医院无人当职 那平日太医院有多少人当职的 昨夜之事 因涉及皇后娘娘奉体 太医院自觉有罪 坠坠不安 其实微臣也问过诸位同僚 昨日年将军府上 请走了李太医和张太医 宫中还有陈太医和赵太医 在留职 后来江福海公公来取药 见李太医和张太医不在 便到复查贵人小产 与婉平娘娘有孕在身 宫中不能没有 德高望重的太医在 便让两位留职的太医 去换回了李太医和张太医 年更要出正圈人手 既然李太医和张太医得高望重 又怎能替回呢 那么其余回府不在宫中的太医 若得传诏可连夜入宫呢 宫门虽然入夜便要下药 可事出从全 若皇后娘娘有传诏自然可以 只是如此便要破费一番功夫 惊动内宫了 明白了 多谢温大人 娘娘有孕在身 微臣不能侍奉在侧 不知一切可好 张太医做事老成 一切都好 那微臣就放心了 微臣改日再来 向娘娘请安 小主如此细问 昨夜太医院的布置 可是有所疑问 我只是揣测罢了 皇后凭日礼 为人周全凡是客气 会不会是 她因为自己的病 深夜里怕惊动了皇宫 不宜张扬 既然不宜张扬 就无须嫔妃 连夜市集了 皇后娘娘客气负礼也罢 罪功之义不在酒也罢 既然咱们与皇后娘娘同心同德 就不得不顺水推舟了 出发的 正面